这座行人天桥原本是为了让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学生能够安全通过斯威特沃特小城的一条繁忙公路 由于结构问题和现在的坍塌状态 目前整个桥梁都很危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工程师们在简报会上表示了担忧 他们需要很有技巧的处理 保证不伤害到救援人员 而与此同时如果有遇难者还被埋在下面 也需要保证现场的完整性 五天之前我们还在庆祝这座天桥即将建成 这原本预示着合作 预示着希望 但是希望瞬间隐灭 好几个人说他们看到了大桥坍塌 我当时在等红灯 那时候天桥没问题 我就坐在那等红灯变绿 这时候大桥从左到右坍塌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因为我的车窗是关着的 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天桥坍塌在几辆车上 那些人肯定都被压死了 这座天桥原本预计在明年对行人开放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座天桥原本预计在明年对行人开放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座天桥原本预计在明年对行人新闻报道